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瑞晨刚 现在银行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 大到买房子买车 小到网上购物都离不开刷卡消费 按照央行的统计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花出去100块钱 几乎就有25块钱是通过银行卡支付的 而其中信用卡的透支消费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就在昨天 央行 银监会 公安部和国家工商总局 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 要求从六个方面加强银行卡 尤其是信用卡的安全管理 预防和打击相应的犯罪 其中信用卡的恶意套现也将是打击的重点 随着信用卡在我国的广泛使用 一些不法分子开始盯上了信用卡套现这个身材之道 所谓信用卡套现是指信用卡持卡人 不通过ATM或银行柜台等正规渠道提取现金 而是通过一些非法中介机构 以刷卡消费的名义取现 记者在百度上输入信用卡套现 搜索引擎显示的相关网页多达146万篇 其中绝大部分网站都标明能够提供信用卡提现服务 记者随即拨通了其中一家网站的业务电话 一分钟就可以完成信用卡取现 并且该网站还承诺安全合法手续费最低 为了查明真相 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该公司进行案发 在这间仅有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 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 我们平时在商场等消费场所经常见到的POSE机 其中一人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就像一个虚拟的大卖场 虽然见不到任何商机 但只要在POSE机上刷卡 就能够拿到现金 甚至还能够提供购物小票 你好 跟你队已经拿到小票买什么东西 忘了多少钱 小票都给你留着 看您一份我一份 为什么有的信用卡持卡人 选择来这种非正规的中介公司讨县 而不是去银行取现呢 原来在银行的ATM机上用信用卡取现 持卡人往往只能取出信用额度一半左右的现金 此外银行还要收取1%至3%不等的手续费 和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 如果预期没有还款 银行还要收取欠款的循环利息 而许所谓的信用卡公司套现 则相当于在POSE机上刷卡消费 不但不用支付利息 还能够获得最长56天的免息期 持卡人需要支付的 仅仅是给这些公司刷卡额2%到3%的手续费 以招行信用卡为例 在ATM机上取现1万元的手续费为100元 30天的利息为150元 总计250元 如果是通过信用卡套现公司提现 以2%的手续费计算 只需支付200元 费用减少了20% 记者从这家公司了解到 他们每天的取现业务有上百笔 总金额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有的信用卡甚至可以超额提取现金 原来在取现超出信用额度后 这些信用卡套现公司还可以为持卡人办理 名为分期付款 视为取现的业务 以一张额度为5万元的信用卡为例 最多可以取出10万到20万元的现金 此外记者还发现 在刷卡套现时 这里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看签名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捡到了信用卡 拿去找这种公司套现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 而账单却要由持卡人来支付 现在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通过Pose机套现 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借助支付宝 财富通等网络支付工具 通过网店的交易平台 进行虚假交易的套现 难怪有人说 非法套现不是刷卡购物 而是刷卡购钱 甚至还出现了一批网卡族 专门琢磨各种套现的办法 但是刷卡刷出的钱 总归是得还的 网卡族怎么样才能赌上钱的窟窿 于是在套现之外 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业务 一起来看 除了利用信用卡套现之外 还有的持卡人 专门通过套现公司 来为信用卡还款 在武汉 某些套现公司 就在经营着羊卡的业务 在一个名为 山河信用卡中心的网站 记者看到 该公司重点推荐的业务是 信用卡套现 提现 分期和羊卡 按照网站上提供的地址 记者来到了这家公司 所谓羊卡 就是由套现公司 先替持卡人 把欠银行的钱还上 然后持卡人 通过设在这家公司的POSE机 进行无实物刷卡消费 并缴纳一定的手续费 这样 持卡人的还款 截止日期 就能够顺延一个月 工作人员把记者带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的办公桌上摆满了POSE机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 他们主要赚取的就是手续费 服务的内容包括羊卡套现 快速融资等 所有跟信用卡相关的业务 然而这种公司 真的能够提供安全便捷的羊卡业务吗 一个月前 武汉市民小张 把自己信用卡的8000元额度 全部用完了 因为无法按时还款 无奈之下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提供 羊卡服务的公司 在支付了100元的手续费后 小张把信用卡交给了羊卡人 还清了8000元的欠款 可没想到 一个月后 当小张收到银行的账单时 欠款金额却显示为15000元 比自己的最大透支额度 8000元还多了7000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的卡还有一种规定 我只要还一部分 就是最低限额 这个卡又恢复正常了 这是他 再用你的刷卡 当你再回头去找这个羊卡人的时候 羊卡人往往流着大气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去年下半年 羊行连续降息之后 随着存贷款利差的缩小 各家商业银行都把信用卡业务 作为拓展的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 工商银行去年信用卡的发卡量 达到了3905万张 比07年增长了67% 招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的信用卡 累计发卡量 也都超过了1000万张 然而刚才我们看到 各种专门针对信用卡的 违规套现行为 也随之蔓延 不断向高科技集团化 专业化发展 信用卡种种乱象背后 到底存在着哪些制度上的漏洞 我们一起来浅索一下 信用卡套现公司 为什么能够获得大量 可以用来刷卡消费的post机呢 为此 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他告诉记者 信用卡恶意套现现象的存在 源于各大银行 在信用卡方面的无序竞争 郭田勇表示 由于在早期过于注重扩张的速度 中国信用卡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反映在收入构成上 我们知道现在信用卡 信用卡收入主要是从什么地方来 三个方面 我们信用卡收入 第一是收取年费 第二就是循环利息收入 第三就是我们说扣率 就是从商家刷卡后 获得反点收入 郭田勇告诉记者 在国外 银行在信用卡循环利息上的收入 往往占到70%到80%的水平 而在中国目前银行业在信用卡方面的竞争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各大银行纷纷推出刷卡免年费 甚至直接免年费的活动 银行在循环利息上的收入 也只占到总收入的30%至40% 如此一来 商家刷卡消费的反点 就成了信用卡发卡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主要的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扣率 依靠从商家获取这个反点 就是你刷卡以后 我从商户获得1%到2% 或者从0%到2% 中间不等 根据各类商户的不同 获取一个反点收入 这块现在是银行主要的一块 在获得商家反点之后 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要进行利润分成 其中信用卡发卡行 POSE机提供者和中国银联的分成比例 分别为70% 20%和10% 信用卡每成功交易一笔 安装了POSE机的金融机构 就能够稳赚商家反点10%的收入 如此一来 各个金融机构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 多装自己的POSE机 那么一方面 当我发卡行 你持有我的信用卡就刷起 肯定我会获取收入多 另外一方面 刷我的POSE机 我也能获得收入 肯定大家也是想方设法 就多安装自己的POSE机 在我国 POSE机分为直连POSE和建连POSE 分别由中国银联和各商业银行提供 银联和各大银行 为了扩大自由的POSE机的覆盖范围 都逐渐降低了POSE机安装的分构 比如在深圳去年我们就发现出现过 一些什么美容院 一些小的砸货店 它都能很轻易的装上POSE机 那么装上POSE机以后不就行了吗 就为你这个刷卡套线了也好 或者是刷卡这个 这个洋卡的行为呢 它就有了这种温床了嘛 就这样POSE机的泛滥成为银行业的一大漏洞 恶意套线公司往往以超市或商户的名义 向中国银联和商业银行申请POSE机 但事实上 它们既没有经营场所 也没有任何商品 唯一的业务就是刷卡套线 按照中国银联的相关规定 商户只需返给发卡行 及银联0.25%到2%不等的费用 剩下的差价就是这些套线公司的收入 高额的收入使得从事信用卡套线业务的公司 数量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然而面对这些恶意套线公司 我国目前却并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与打击 主要一个是在法律这个层面 还有些这个不健全 所以说对这个违规套线这个问题 人民韩目前也正正在跟有关部门 在积极的研究 采取先银的这个措施来进行这个惩处 除此之外 某些金融机构定位混乱 客观上也对恶意套现行为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安装POSE呢 还是应该由这个银行就来装 因为银联他直接装POSE以后吧 他的确这个里边就说 甚至以前也出现在有的城市规定 说只让银联装POSE 是吧 不让银行装POSE 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嘛 它是为各家银行服务的一个机构 对吧 我为你各家银行银行卡提供服务 如果我去装POSE以后呢 其实就跟各家银行之间 又形成一种竞争关关系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使得 它这个角色呢 就是没有角色发生这个错位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在信用卡业务迅速膨胀 过度竞争的时候 相应的监管又过于宽松 这给恶意套现的行为创造了机会 由此带来的恶果也逐渐显现出来 深圳市银监局透露 如果按照国际严格的标准考核 目前深圳发放的700多万张信用卡当中 不良贷款率高达3%到4% 远高于个人贷款 那么恶意套现等不法行为 对金融业的整体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大呢 一起来看 接着目前 我国信用卡的发卡量已经突破了1.5亿张 普及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信用卡恶意套现和洋卡等行为 给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 这个损失呢 从具体金额来说 还很难准确的预计 但是应该说对商业银行的 这个不利的影响或者危害呢 应该说在几个方面都可以去观察 一个就是增加了信用卡 套现资金的这个使用的成本 从而增加套现者 这个偿还银行资金的这种违约的风险 所以这个风险到最后是由银行来承担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信用卡套现 它产生的这种虚拟的交易呢 会影响持卡人的信用记录 造成银行对持卡人信用评估的失征 因为这一块 它不是它的真实的这个消费 如果银行根据这些虚拟的交易 调高持卡人信用等级的话 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一旦这个提现水平 超过了自身的偿付能力的话 最终银行将会承担无法偿付的后果 郭田勇告诉记者 如果信用卡持卡人正常消费 那么发卡行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如果持卡人进行恶意套现 发卡行将成为整个利益链条中 唯一的受害者 因为你刷卡以后 钱是从他的账上 向我付付的 安装POS的银行和这个中间结算的这个中国银链 他们是没有任何利益损失的 我银链我该拿多少手续费 我肯定是要拿的 跟我肯定是没关系的 另一方面 恶意套现行为 也造成了银行信用卡坏账率的不断上升 至少在06年到07年的时候 银行这个信用卡的不良率呢 大概能百分之一左右 那么百分之一不到百分之二吧 那么现在到08年 我现在看出 大概2009年吧 这段时间那个比较 我经常看这个数据 大概能到接近百分之三走 都有一个数吧 对此郭田勇表示 要打击恶意套现等行为 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堵上政策方面的漏洞 而对于非法商户 和虚假交易审查方面的漏洞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联平表示 银行和银联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 那发卡机构呢 应该在大力拓展信用卡义务的同时 要加强风险防范的意识 就是说发卡前要严格审核申请人的条件 客观的来评估申请人的信用水平 严格审批的额度 强调这个发卡的源头在上面 进行这个风险的控制 那么在于特约商户的协议当中呢 要明确特约商户不得协助刺卡人套现 强化他的违约的责任 约束特约商户的行为 在目睹了各色各样的恶意套现花样之后 我们发现这些乱象的根源 正是银行信用卡业务中的过度竞争和管理粗放 当各家发卡行眼瞅着自己的不良贷款数字 节节上升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在为自己的过错买单 滥发信用卡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作为信用卡的发源地 过度依赖刷卡 过度透支 给美国的金融体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截至去年年底 美国持有的信用卡家庭的平均债务约为1.06万美元 债务总额接近万亿美元 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还款率是直线下降 由此产生的信用卡换情增加了18% 总额超过了9.61亿美元 有机构预测到今年年底 美国的信用卡违约率可能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9% 很多人现在担心 一旦美国爆发信用卡还款危机 将会成为继次贷危机之后 重创美国经济的第二颗重磅炸弹 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时间表 又将因此而大大推迟 我也注意到4月23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召集了美国运通 花锡银行和万事达等14家信用卡发放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商讨制定更加严格的政策来制止滥发信用卡的行为 而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最近也是频频出手 强化对发卡行的制度规范 但如何从根本上消除信用卡的泡沫 防止爆发大规模的信用危机 威胁金融安全 我想除了加强监管 更重要的是尽快完善信用卡市场的盈利模式和利益格局 只有发卡机构不再盲目冲动 市场回归理性 种种信用卡的乱象才能真正消除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